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打仗的时候一直都讲究一个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如今胡人队与勇士队的系列赛已经到了摊牌的地步 两支球队对彼此都非常的熟悉 胡人队依靠他们强大的内线优势 再加上詹姆斯的控场能力 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 勇士队则是依靠他们超强的投射能力 以及疯狂的无球跑动 让很多球队都非常头疼 首场比赛来看勇士队把自己的三分球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胡人队则是把自己的内线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最终胡人队还是把胜利拿走了 第二场比赛勇士队三分球更上一层楼 并且胡人队在防守方面顾此失比 也没有针对性的不防导致他们大比分失败 打完两场比赛之后 我做一下个人对于系列赛的预测和看法 我相信每一个客观理性的球迷朋友 对于两支球队的真实实力都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胡人队已经看到了勇士队无法在一轮七局四胜的系列赛中击败自己 他们也敢于在第二场比赛选择战略性放弃 虽然胡人队输掉了第二场比赛 但是他们的核心球员全部是三节打卡下班 这也就让他们得到了充足的休息时间 我们看到詹姆斯拿下了28分7篮板的数据 其实他出战时间不到30分钟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出汗 戴维斯在比赛中刚刚进入状态 就被裁判吹罚了三次犯规之后 在防守端不敢动了 这也就给足了勇士队三分出手的机会 同时戴维斯微笑着以低迷的状态坐在了替补席上 按照正常理解胡人队27分的劣势 输掉比赛应该感到危机四伏 但是从胡人队上上下下 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是一个输球的一方 无论是队友之间的交流 还是主教练和球员之间的沟通 都是非常嘻哈的状态 从这里我们感受到 不仅仅是胡人队重将的强大气场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硬实力的自信 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已经足够他们晋级系列赛了 因为主场优势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回到洛杉矶主场的胡人队 犹如脱缰的野马 犹如挣脱了牢笼束缚的猛兽 勇士队根本无法克制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人队的野心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 能够在主场拿下两场胜利 如此一来 他们将会带着3比1的领先优势 回到大通球馆 第五场比赛 胡人队可以再次放给勇士的一场 因为第五场比赛让勇士队 拿到胜利有两点意义 首先满足肖华对于商业联盟的追求 以及唯利仕途的本性 其次勇士队主场本赛季34胜7负 他们是典型的主场龙克场虫 所以胡人队也不必过分透支自己的身体 他们的主场可以给他们一场胜利 其实到现在为止 胡人队替补席上依然做着两个核武器 上一场比赛第四节垃圾事件 主教练哈姆还是让巴贤王 出战了12分钟的比赛 汤普森是最了解勇士队内线核心格林的人 并且后者也非常害怕踢踢 第二个核武器就是本轮系列赛 还没有获得表现机会的班巴 我们都知道班巴拥有非常强的护矿能力 同时他还有一手不错的三分球 无论是护矿还是为球队的进攻拉开空间 班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候胡人队的调整空间非常大 这两个核武器随时待命 勇士队拿什么去赢胡人队呢 最终系列赛大概率达到第六场比赛 胡人队在自己的主场晋级西部决赛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一场艰难的胜利 让太阳重新回到了竞争的行列当中 尽管赢得有些挣扎 但是最终太阳还是在西部半决赛 把他们和绝金的系列赛大比分搬成了1-2 接下来太阳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绝金 下一场对于双方而言仍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战役 太阳取胜则是双方回到同一期跑线 这轮系列赛变成三局二胜的系列赛 一旦绝金攻破了太阳的主场 带着赛点回到丹佛 太阳再想扭转势头就会变得艰难无比 尽管太阳在主场扳回一局 但是在外界眼中 太阳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他们依旧不被看好能够从绝金的身上迈过 冲进西部决赛 除了他们过分依赖不克和杜兰特的表现之外 在保罗遭遇复古沟伤势之后 太阳能够站出来为双星分担压力的人几乎没有 另外一名拿着超过3000万美元薪水的核心中锋 艾顿又引发了太阳内部的又一轮混乱 他不仅表现糟糕 秋风疲软 再一次被约机器打爆 与此同时 艾顿在场上的脾气也让太阳非常无奈 面对保罗的两次击掌请求 艾顿都选择了无视 这不得不让人担心 太阳内部的氛围是否出现了问题 出站26分钟 投篮6中2 个人拿到4分9篮板一盖帽 同时还出现了一次失误和4次犯规 这就是艾顿这场交出的数据单 整个末节 蒙蒂教练只让艾顿出站了两分钟 他两次出手全部偏出之后 蒙蒂教练便血藏了艾顿 他的出场时间 别说跟42分钟的布克 以及44分钟的杜兰特比了 甚至艾顿的出场时间 都不如进入首发的佩恩 以及替补前锋TJ沃伦 从蒙蒂对于艾顿的使用就可以看出 如今的艾顿 已经基本被太阳放弃了 这名18届的状元秀 如今已经成了太阳的为首发 说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艾顿超过3000万美元的高薪资 太阳早就想要放弃艾顿了 如果说之前强行留下艾顿 是因为它还有一丝的交易价值 那么如今的艾顿 当人们看清它的本质之后 它的价值已经跌入了谷底 在过去的休赛期 艾顿和太阳就绪约一世方面 出现的分歧 艾顿当然想要和东齐齐 特雷扬等人一样 签下5年2.07亿美元的超级顶星合同 毕竟它是状元秀 天赋傲视重人 然而 太阳却始终不愿意 给艾顿这样的超级顶星 一方面是因为它和蒙蒂教练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 艾顿疲软的囚风 也确实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当时太阳对待艾顿就处于一种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状态 留下它 很明显艾顿不堪重用 放弃它 太阳又百百损失那么多的薪资空间 这对于志在争冠的太阳来讲 同样很难接受 最终 当艾顿得到了不行者 为它开出的4年1.33亿美元合同之后 太阳选择了匹配 它们强行留下了艾顿 不过 这并不代表太阳真心 想要留下艾顿管理层的想法 还是把它当作交易筹码 去换取一些其他资产 当杜兰特申请交易 并且视太阳为下家首选之后 太阳果断出手 他们用艾顿为核心的筹码 报价了杜兰特 太阳不想要艾顿 蓝王也不想要艾顿 双方在休赛期没能达成 有关于杜兰特的交易 艾顿被留在了太阳 结果 到了本赛季的交易截止日 太阳还是得到了杜兰特 但最终 他们付出的筹码 除了一大堆的选秀权之外 极战力方面 蓝王从太阳索要了 布里奇斯和约翰逊 这两名风险球员 艾顿再一次被蓝王给无视了 事实证明 蓝王的眼光是正确的 这也证明了 艾顿的交易价值并不高 如果艾顿顶着 如今四年1.33亿美元的合同 它的价值很高的话 显然蓝王不会错过得到他的机会 本赛季 艾顿的薪水达到了3091万 这个薪资 已经是一些球队二当家的薪水了 然而 艾顿不仅达不到巨头的标准 他已经成了太阳的负面资产 没有了保罗之后 艾顿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甚至面对一些篮下的机会 都把握不住 球风疲软的艾顿 渐渐被减少了出场时间 可以预见的是 接下来 他的出场时间依旧不会太多 蒙帝已经慢慢放弃艾顿了 机长被无视之后 保罗对艾顿也很无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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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